上一小节呢 我们把详情页面的数据请求下来了 这一小节课呢 我们主要看一下我们请求的数据 是一个HTML嘛 我们怎么把它渲染到我们的页面里 成一个正确的格式 去渲染我们的复文本呢 我们这里使用一个组件 这个组件呢 我已经提前给它下载好了 同学们呢 可以直接去下载我的代码 拷贝这个组件 或者呢 去插件市场里面搜索 我们的组件名字 就可以找到这个组件 然后我们就可以继续的使用 如何搜索呢 我们之前也已经讲过 这节课我们就不去重复的 去讲述这件事情了 所以同学们直接把它拷贝下来 我们就可以使用 然后在HomeDetail里面呢 我们先给它去引入一下 我们就要用Path from 我们at 然后我们找到这个组件 我们组件是我们开发者提供的一个组件 我们给它 考进来就可以 然后我们找到 index barreel 我们引用这个文件 不是index 应该是Path 我们给它引过来 它呢 可以去帮助我们解析复文本 然后把正确的样式替换成我们UniApp 可以去识别的一些标签 然后替换到我们的页面里面 然后我们需要把它呢 去给它注册一下 comptons下面 我们注册一下 我们这里提示呢 找不到组件 我们看一下我们路径这里 去给它写错了 我们重新保存一下 现在就没问题了 我们又怎么用呢 我们直接在我们的detail content里面 我们把组件 我们给它引入进来 叫U-Path 然后呢 这里会接收一个参数 参数呢 它是我们冒号content就行 它有一个复文本的内容 content等于什么呢 就是我们下面from data里面的content 然后它还会接收一个no data 就是我们没有数据的时候 我们这里应该显示什么呢 我们给它一个变量 这个变量呢 我们去data里面去给它声明一下 然后我们去给它一个p标签 详情加载中 我们需要给那p标签呢 加一个style style呢 我们去给它一个test 是一个center 然后color呢 我们给它一个警666 这样基本上我们的复文本呢 就已经ok了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去刷新一下 可以看到呢 现在我们的复文本内容 就已经解析出来了 解析出来之后呢 我们发现样式 其实还是很丑的 它并没有什么样式在里面 字体大小呢 和图片这些全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需要把样式 去给它调整一下 样式怎么搞呢 我们要在我们的app vill里面 全局的呢 at 我们在样式里面 是用atimportant 然后这里呢 去写我们的一个地址 我们使用谁呢 我们使用content 然后找到我们的组件 然后下面会有一个.css 现在我们保存一下 再回到我们的页面里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我们发现 我们的内容 就已经正确的 加载出来了 这样呢 就可以实现一个 简单的复文门渲染 然后我们换一个 我们点击第一个 可以看到我们的内容 就已经好看很多了 我们的格式呢 也就有了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 复文本渲染 当然呢 这是只是使用 其他开发者 去开发的一个 解析复文本的一个组件 如果说我们想自己 去实现这么一个功能的话 我们其实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比如说我们可以 使用一个rich text 它是我们官方给提供的 一个复文解析的一个组件 组件呢 也可以去解析一些复文本 但是如果用它去解析的话 我们会去写很多的代码 那么如果感兴趣的同学呢 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客户作业 同学们可以拿它 去实现一下 我们去官网 看一下它的一个描述 我们找到 uni app 我们来到官网里 官网呢 我们点击组件 组件下面呢 会有一个基础内容 叫rich text 它是我们的一个复文本 复文本呢 我们会接受一个notes 然后就是可以去渲染 我们的一个节点列表 下面是我们的一些 具体的使用方法 对于我们本课程的 一个详情列表呢 如果用rich text去实现 其实是挺麻烦的一件事 所以我们这里 就不推荐大家 去使用rich text 同学们可以作为一个 课下的了解 具体的去读一读 看一看它的一个使用 注意事项 我们的复文本解析呢 还是基于upath 这么一个组件 去解析我们的复文本 好玩ですね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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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